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日本岛墓与维新的风潮 中国自强与改革的挣扎 韩国从祖国到殖民地的挫败 东亚历史的连环纠结 台北广播电台与红健全基金会 闽龙奖堂联合直播 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本节目在台北广播电台 F93.1每个星期天 下午3点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先从一个关键的事件聊起 这是发生在1889年的10月18号 当时在内阁当中担任外务大臣的大卫崇星 他变成了我们之前介绍过 这一连串从穆默到明治时期的暗杀事件当中 下一个重要的受害者 他被一个爱国者炸成的重伤 那天大卫崇星他从朝廷里面退出来 准备要返回到他的官邸的时候 过着路上一个男子跳了出来 朝着他的马车里认了一颗炸弹 大卫崇星身受重伤 幸好有当时已经有西医帮忙治疗 但西医不得不拔 大卫崇星的左腿截肢 才救回了他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暗杀事件 针对什么来呢 这就跟当时所谓反对修约的运动 结合在一起 修约指的是日本原来意识到 跟西方所签订的这些不平等条约 伤害了国家的尊严 尤其是自外法权 自外法权等于是 西方用一种非常高傲的态度 跟你讲你们是野蛮的国家 我们不可能遵守你们的法律 即使是生活在你们这里 如果我们人跟人之间 我们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文明的法律 文明的方式来处理 这对于日本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 伤害到他们的自尊性的羞辱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日本的外务省 前面有景尚心 后面有大卫崇信 他们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修改不平等条约 把自外法权给收回来 可是自外法权要怎么收回来 你就必须要说服西方的国家 我们已经变成了 跟你们一样的一套法律制度 法律系统 更进一步你要对西方国家 有各种不同的让步 以至于他们从利益上面考量 他们愿意放弃自外法权 然而在推动这样的修改条约的过程当中 本来这是为了要赢回 日本人的平等的尊严 可是它产生了一个吊诡 这个吊诡就是 你必须要让西方人相信你跟他们一样 所以就意味着你必须更积极的模仿西方 以至于到后来 让日本的社会产生了一个疑虑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 不就等于是我们放弃了所有 原来作为日本的一切 我们把自己修改成为西方人 可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扮演 用这种方式去模仿西方人 用这种方式去扮演西方的外表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难道这样西方人就尊重我们吗 所以第一个你就发现 西方人并不会因为这样 觉得日本人很像西方人 就觉得真的跟西方人亲近 反而他们会带着一种嘲讽 嘲笑的一种态度 认为你们像在耍猴戏一样 为什么明明就是一个日本人 却要穿上西方的服装 穿上了燕尾服 穿上了欧洲世界的礼服 然后在那里跳那种非常生硬的舞步 为了让我们相信你们是西方人 怎么可能呢 我们只觉得你们在耍猴戏 另外本来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 要西方列强 接受日本作为平起平坐的国家 定定平等条约这件事 又被英国给卡住了 英国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放弃自外法权 所以在这样等于是面子跟理智 都失去的情况底下 所以本来上上下下支持修约 一转而变成了反对修约 反对修约意味着 让外国人拥有自外法权 把外国人挡在外面 相对于用这种方式 把自己改造成为西方人 还稍微比较有面子一点呢 也因而就产生了对于积极推动修约的紧张心 跟他的继任者大卫崇信 有了这样一种强烈的反感 这是使得大卫崇信 遇刺的最关键的一种理由 以及当时所反映出来的气氛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于是积极修约的这件事情 不得不中断了 前面是1887年 紧张心辞职 这个时候到了1889年 大卫崇信 被炸成重伤 失去了一条左腿 所以日本暂时终止了要求修约 不过这个终止 这只是暂止 也就是从原来的积极的态度 暂时隔止 我们还是要说 尤其是在相较于中国的 这个意识跟进展上 日本人多等了十年 但是毕竟到了1899年的8月4号 日本还是结束了所有让渡给西方人 外国人的自外法权 只不过1899年 则后来终结自外法权 日本付出的另外一个代价 他们同意让外国人管日本关税的这个规定 可以继续延长 到什么时候呢 到1911年 他们才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从日本人 尤其像景上新 大卫崇信 这样他们自认为 忠于外务省事务责任的政治人物 眼中来看 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 进展非常非常的缓慢 当时景上新原来他预期 他希望在1886年1887年左右 就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这距离他们最早 在1850年代 跟西方定定不平等条约 大概是30年 对景上新来说 这已经很久很慢了 所以大卫崇信也很急 他们到1899年 才完成了这件事情 前后也就意味着 不平等条约存在了 大概半世纪 很久很久 不过换另外一个标准来看 如果用中国的态度 这件事情发生在 中国的速度来看的话 那日本很快 而且日本改变得 非常的积极 中国在1840年代 就开始有了 跟西方之间的 最早的不平等条约 但是到什么样的时候 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开始真正改变 不平等条约 那不只是要到 清朝灭亡 到民国建立之后 甚至要到北洋政府 正式瓦解了之后 到1920年代 真正的跟西方之间的 不平等条约的修改的运动 才有了进展 所以这中间 经历了将近80年的时间 另外也比日本 在这件事情上面 又晚了将近30年的时间 所以跟西方之间的 交接的态度 还有交接的经验 这是在相当程度上面 决定了东亚 这两个主要的国家 日本跟中国之间的 一销一掌 其实最重要的变数 再回到这一段时间当中的 中日关系 我们看到的是 1884年12月 这个时候 曾经派驻在朝鲜 日本的陆军中将 高岛秉之柱 另外在历史上 更重要的一个人 当时是海军少将子爵 叫华山之忌 华山之忌 后来也曾经到台湾 在割让台湾之后 他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 这个时候 他是海军少将 他们两个人 联名跟朝廷提交了一份文书 这份文书 跟他们在朝鲜的经验 是有关系的 他们把日本采用了 欧美的行政教育法律 还有军事体制 而在现代化进程当中 取得的这种成就 拿来对比对照什么 看他们所看到的 清朝中国的状态 清朝是顽固坚持的 一直不断的拒绝改革 用这种方式进行了对比之后 他们得到的结论 就是要告诉朝廷 日本跟中国 这两个国家 这段时间当中 是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 因此呢 清朝必定会对于日本 开始产生了嫉妒跟猜疑 高岛秉支柱跟华山知己 他们回顾了近年来的中日两国关系 就特别提出几件冲突事件 从台湾到琉球 接下来到朝鲜 尤其是江华岛事件 1884年的朝鲜的动乱 清朝用这种方式进军朝鲜 而且呢 袭击了在朝鲜的日本的军队 造成日本军队的伤亡 他们希望朝廷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他们希望朝廷明确的 要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们敦促 要断然扫除妖云 荡尽祸器 否则两国之间 必然会发生不测的这种变化 他们相信 这是关键的时刻 因为日本在增强国家实力 然后你要提高 皇室的声望 这个上书产生了立即的效果 那朝廷反应就是 派遣伊特博文 作为全天大使 前往清朝 表面上是要处理 1884年所发生的朝鲜的事件 另外 真正更重要骨子里 希望能够看看 用什么方式去处理 在清朝跟日本之前 日益加深的裂痕 所以伊特博文 这个时候他去到清朝 他去到中国 肩负着一个任务 希望能够签署一份合约 来防止清朝 进一步干涉朝鲜 所以这是伊特博文的使命 伊特博文去到那里 他的对手 当然是李鸿章 这是伊特博文跟李鸿章 在后来春饭楼 两个人谈判 等于是一个前奏 这个时候为了朝鲜 是伊特博文 去到了中国 跟李鸿章谈判 当然他们当时无法遇见 可是在历史上面 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比 十年之后 这个时候是李鸿章 要去到日本 去到下关 再度跟伊特博文 在谈判桌上相见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继续收听 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在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有两个关键的人物 在清朝负责外交的 主要是李鸿章 在日本则是伊特博文 在这两个关键人物之间 有两个关键的见面谈判的事件 前面是因为在1884年 发生了朝鲜的动乱 所以到了1885年的年初 伊特博文特别以全城大使的身份 去到了中国 十年之后 到了1895年 加五年 这个时候换过来 是李鸿章 要以全权大使的身份 去到日本 在下关春饭楼 跟伊特博文展开谈判 只在短短的十年当中 整个情势完全改变 在十年之前 这个时候 伊特博文必须要到中国去 而且这个时候 中国的态度 仍然对于日本 它是一个中祖国传统的 有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 等到十年之后 不过在历史上面 短短的十年 李鸿章 加五年 就必须要以一个战败国 去求和的 这样以下对上的态度 去到日本 我们看1885年 日本派了伊特博文 以全权大使的身份 要去清朝 这个时候 他们做了很多的布局 其中一个重要的布局 那就是当时 住在中国的日本的宫市 这是霞奔武扬 先叫霞奔武扬 去寻求一个协助 非常特别的一个协助 找谁呢 找巴夏里爵士 巴夏里作为 驻日的宫市 在日本待了 十几年的时间 虽然他在日本的时候 他就是代表 英国的强硬派 在跟日本的 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的态度一路 一直非常的高 非常的强硬 不过再换六个角度来看 日本学习 跟西方列强的打交道 巴夏里 也等于是 他们非常重要的导师 巴夏里这个时候 他离开了日本 在干嘛呢 是英国驻北京的宫市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想要 运用巴夏里 过去的日本的关系 希望他能够帮忙 从中斡旋 要干什么呢 来探明李鸿章的意图 如果李鸿章 拒绝就朝鲜问题 跟日本达成协议 那日本就会采取 比较强硬的态度 那如果李鸿章 愿意好好的谈 那日本也就不会提出 太严苛的条件 所以这我们就看到 在日本的历史上 跟中国的历史 在这一段时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 那就是 对于情报的重视 日本在跟清朝谈判 见到李鸿章之前 他们先想尽了一切办法 包括透过巴夏里 看看能不能掌握 对方对手的情报 但是相对的 在清朝 在李鸿章这部分 没有任何人 有任何的动作 甚至有任何的想法说 伊朗伯文要来了 日本人要来跟我们谈 那我们要了解 伊朗伯文要来干嘛 伊朗伯文想要提 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双方在情报上面 他的动机 跟他的重视的程度 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相对的 也就意味着 双方所掌握的情报 是完全不对等的 这种状况 隔了十年之后 就更加的明确 更加的明确是 在甲午战争过程当中 日本人在军事的情报的探索 跟追求跟累积 还有解读上 完全超越于中国清朝 即使是到了 后来春饭楼谈判 日本就是会有这样的 特别的预谋跟准备 他们去破解了 李鸿章跟北京政府 朝廷之间的密电 用这种方法 他们对于李鸿章 到底在想什么 究竟李鸿章 从光绪皇帝那里 得到了一些 什么样的让步 他们辽若指掌 在这样的一种 情报部队的情况底下 我请问你 要怎么谈判 或者说 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 清朝怎么可能 得到任何的上风 日本政府 向伊藤伯文颁发了 要成交给 清朝皇帝的国书 并且给他明确的指示 就是一方面 要努力维护 两国之间的和平 前提是 要清朝答应两个条件 第一呢 是严惩当时 命令清朝的军队 去攻击日本军队的 发命令的人 第二 清朝这个时候 他的武力 后来进入到汉城的 这些军事的力量 必须要撤离开 如果这两个条件 清朝能够答应的话 日本也准备在 同一个时间 清朝的军队 什么时候 退出汉城 这个时候 日本放在汉城 保卫日本公使馆的军队 也就同时可以撤退 但是如果清朝拒绝签署 这样的一个 两条件的协议 日本会被迫 采取行动 来捍卫国家的利益 也就换句话说 日本会准备 要在武力上面 跟清朝发生冲突 而且要明确的告知清朝 那责任在你们 我们已经表现了 够高的 和平的诚意 2月28号 伊等博文一行人 沉船 前往中国 天皇这个时候 他完全相信 伊等博文有能力 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不过 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日本社会的气氛 开始改变 日本民众 已经产生了 越来越强烈 反对清朝的一种情绪 并且开始有了 在几年前 都不可思议的一种呼声 那就是 征服清朝的呼声 那样的气氛 非常像 之前 曾寒论 高涨的时候的 那个时候 那样的一种气氛 那样的一种情况 这当然也就是 十年之后 支持日本 对中国清朝开战 发生了 甲午战争的一个现身 一个前奏 跟一个背景 3月14号 伊等博文到了天津 清朝希望 他立刻跟 清朝所指派的 圈圈代表 必然要是 李鸿章 来进行谈判 但是伊等博文 这不对劲 因为我来 我是带着国书来的 所以国书 应该要先递交 作为圈圈大使 应该要先把 国书递交给皇帝 这才是对的程序 另外 接着要递国书 他提出了 他的要求 希望能够在北京 进行谈判 但是 这个要求 被打回来 他们说 皇帝这个时候 还年纪太轻 这是 光绪皇帝 即将要清政的 那一年 所以 就只能够在天津 而且你就只能够 见李鸿章 他们在 4月2号 所以呢 见不到皇帝 只好回到天津 然后在天津 展开了 跟 李鸿章之间的谈判 这个谈判 进行到 4月15号 双方终于签署了 规定 从朝鲜 撤兵的条约 这个 清朝坚持一件事 那就是 12月6号 事件当中的 清军的指挥官 不受惩罚 不过 清朝愿意对 伤害日本人的罪行 进行调查 然后对 真正去伤害了 日本军队的 这些士兵 予以惩罚 所以军官没事 指挥官没事 如果找得到 那些真的 打了 伤害了日本人的士兵的话 会惩罚这些士兵 伊登博文 做了这样的一个修改 然后呢 也就特别 告诉李翁章 这是天皇 为了顾虑 东阳之大局 体察 重新修好的 目的 所以才 修正 答应了这件事 所以这是 伊登博文 完成 跟清朝之间的 合约 用这种方法 日本跟中国之间 保持了 未来十年的 和平 可是 这个和平 是一个相对 不稳定的和平 然而 争取到这十年的时间 对于日本 对于民族维新 还是非常重要的 改革进行了将近二十年 日本必须要处理 它内部很多 骚动不安的问题 骚动不安的问题 包括 这个时候 你如何处理 日本的传统的价值 日本传统的文化 在受到西方的 强烈的冲击之后 作为日本人 还能够相信什么 还能够保有什么 另外一个 严重的问题 西方所传进来的 自由民权的想法 这个时候 一直不断的在上升 上升的过程当中 那就不只是 影响的天皇 影响的朝廷 影响的贵族 影响的内阁 现在已经到了 影响的民众 所以你要如何 去安排这些民众 他们在自由民权上面 他们的呼吁 他们的预期 因此 面对所有的这些 到了明治中期的紧张 另外就产生了 关键的一件事件 这个关键就是 历线 我们可以这样讲 相对的 在日本的政治上 明治维新 可以一直不断的 这样进行 就是在 1889年 1890年 环绕着历线 开议会 这等于是 政治跟社会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法 用这种方式 发泄了 社会上面 大批的紧张的能量 因而使得 日本能够恢复到 相对和平的一种秩序底下 在进行 明治维新 后期的各种不同的进步 如何立宪 立宪有些什么样的效果 休息会 后来继续告诉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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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去收听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在1889年的2月5号 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苏密院通过了 皇室典范 帝国宪法 议院法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还有贵族院议 这每一部法律都做了副本 其中的两个副本 成交给天皇 六天之后 2月11号 也就是特别选了 当时建立平安朝的 最了不起的一位天皇之一 神武天皇 他即位之日 当时的昭和天皇 就颁布了皇室典范 还有更重要的帝国宪法 明治天皇 借这个机会 向他的皇祖皇宗 还发布了一份告文 将今天能够举办 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 归功于先祖的尊尊教会 他发誓 将会遵守宪法的规定 在那天稍晚的时候 接下来就进行了 正式宪法发布的仪式 天皇公开宣读宪法 当时皇室成员 内阁成员 高官显贵 还有地方官 法官 其他国家机构当中的 高层代表 以及邀请来的外国公使 全部在那里 听取天皇发表赤语 在发表完了赤语之后 天皇就象征性的 把帝国宪法 交给了当时的总理大臣 黑田青龙 意味着很关键 很重要 宪法是由天皇 预赐给了整个日本 我们看当时有一位德国医生 他所留下来的描述 宣布日本天皇 颁布帝国宪法的 这个关键历史时刻 这个记录里面的描述是 国家大臣跟最高官员 排列在天皇面前 稍微左边的位置 站在天皇身后 是一些显赫的贵族 他就发现了一个特别的人 他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德川贵之助 他就因为想 如果不是因为王正复古的话 这个人 现在应该是幕府将军 另外他看到了 萨摩凡的岛金侯 岛金侯很醒目 这是唯一一个继续留着 日本旧式发型的一个人 可是呢 他虽然留着是旧式的发型 他穿着是一身的西装 紧靠在天皇右手边的 就是外国世界团 大厅的周围走廊 挤满了其他高级官员 还有一些 另外的一些外国人 皇后也在场 皇后后面 跟着公主跟宫女 皇后身穿粉红色的 欧式的礼服 这个时候 天皇的皇后 从死之后 其实她很少在穿 和式的礼服布 她都是以西洋的欧式礼服 现身在公共场合的 从玉座的两侧 各走上来 因为达官显贵 其中一个是三条公爵 就是三条师妹 三条呢 她就捧着宪法 天皇接过了另外一份文书 打开 大声宣读 其中的内容是 天皇决定自愿向国民遇赐 他所承诺的宪法 这个很重要 宪法在形式上 是天皇让渡他的神圣的权利 他把这个宪法 当作是他的承诺 交给了日本所有的国民 意味着 从此之后 虽然我是个神 虽然我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利 但是我自愿 放弃这种绝对的权利 从此之后 我就遵守宪法 我只在宪法的规定 跟规范的过程当中 来行使我的权利 然后呢 天皇点了点头 离开了大厅 皇后还有水渊呢 紧跟在他的后面 整个仪式 从头到尾 其实只 非常的短 大概只有十分钟 接下来 外面燃放起烟火 四面敲响了终身 仪式庄严 而且精彩 如果说 要有缺点的话 他特别举到 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非常精美的 这个大殿 但是呢 都是漆成红色的 所以光线很暗 看不清楚 所有的仪式 跟所有的人意 这个时候 日本所颁布的 1889年的宪法 是亚洲国家当中 最早的宪法 也比众多欧洲国家的宪法 更加的自由 不过 关键跟欧洲的宪法 不一样的地方是 天皇在宪法当中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天皇仍然拥有 至高无上的权利 表明 这不是天赋人权的宪法 这是天皇遇刺 天皇把他自己的权利 降下来 送给人民的 不过宪法的颁布 也就标示了 日本代议政府的开始 因为同一天 颁布的招数当中 天皇就宣布 叫在第二年 而且这次 其实是从1882年的时候 就已经定下来的承诺 在1890年 就要召开议会 宪法会在召开议会的 同一天生效 所以接下来 很重要的 关键的一件大事 在1890年 那就是必须要 把议会议员们 给选出来 这个选举呢 是在1890年的7月1号 按照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规定 来进行的 这个法律 也就是跟宪法 同时间在1889年 2月11号颁布的 选举一共要从 去除掉了悲害道 琉球冲绳 还有小立元圈导之外的 全国要选出300个议员 这个选举权呢 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 当然女性不能够参与选举 没有选举权 然后接下来有年龄 居住地跟财产 限定了男性的选举的资格 最关键最大的限制 是财产上的限制 你必须要年满25岁 而且呢 你在你既有的这个都道府县 居住满一年 而且是一个永久的居民 关键是 你要缴纳国税15万日元以上 15万日元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 所以这样排除了之后 真正算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 日本已经有这样一种现代官僚 或者是现代行政的能力 把这些条件排出来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能不能算得出 或你能不能清理出 到底有哪些人有投票权 所以呢 清理了之后呢 总共有45万0365个人 有投票权 当然全部都是男性 这个是在当时 日本全部4000万人口当中的 1.14%而已 这表示 有选举权的人 是极少数极少数的社会的精英 另外这是第一次的选举 第一次的选举呢 有两个重要的特色 第一个是非常非常高的投票率 并没有规定 你非得要去参与选举不可 你不投票 不会有任何的惩罚 但是呢 显然有资格投票的人 大家都很珍惜 第一次投票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超过95%的人 进行了投票 而且呢 虽然在这个过程 在这段时间当中 日本有它各种不同的紧张 包括我们之前 跟大家介绍过 为了到底要不要 跟外国政府修约 从支持修约 到反修约 所产生的这些冲突 我们也看到了 森友里被暗杀 到大卫重新被暗杀 这些血腥的暗杀事件 所以相对的选举 令人惊讶的是 在几乎没有任何暴力的情况底下 顺利进行 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 日本议会当中的议员 到了这一年的11月29号 议会正式的召开 从刚刚的这两个条件上面 我们也就非常清楚的 可以感受到 这个立宪 它在日本这个时期的 关键的作用 一个就是 大家非常积极的参与 意味着你感觉到 因为有了宪法 因为有了议会 所以人民的自由的权利 得到了扩张 虽然只有人口当中的 1%点多 它实质上拥有投票权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 它那个心理的效果 对许议多多 这个时候没有实质投票权的人 他们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日本进入到了 一个新的阶段 自由民权得到了新的保障 因此在明治维新时期当中 因为快速的西化跟改革 而受到伤害的有一些人 这个时候他心情得到了安慰 他会发现说 我的的确确在 这样的一个象征的层次上 我不再是过去的 那样的一种不自由的人 我可以参与在政府上面 我可以得到未来的政治的权利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本来社会非常非常紧张 但是选举相对是很和平的 这就是选举作为一种 社会紧张情绪的发泄的作用 大家在这里面 本来的那样一种许多的怨满不满 至少暂时的 透过立宪 更进一步的经过了动员的投票 让大家有事情做 有事情去想 相对的 本来的很多看起来 全部纠结在那里 无法解决的社会变动 跟社会的紧张 因此而有了可以缓和的机会 我们不能小看 在社会集体行李上面 从立宪到开议会 这一连串变化 在日本历史上面的作用 明智卫星以立宪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也是靠着立宪 才把前后两个时期当中激烈变化 所产生的种种负面的力量 跟负面的元素 予以缓和予以排除 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回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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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你继续收听东亚史的关键时刻 在1890年的11月22号 日本举行了期待已久的议会开幕仪式 当天早上明治天皇在10点30分 他离开皇宫全皇贵族院 原来在天皇身边最受到他重用 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伊藤博文 这个时候转任贵族院的院长 跟天皇一起去全去的 有智人亲王 有宫中大臣 有宫内大臣三条师妹 还有这个时候的总理大臣三线友朋 再加上苏密院院长大牧乔人 还有许许多多的高级官员 抵达议会大厦的时候 天皇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的其他的政要 众议院跟贵族院的议员 这个时候已经都到了 各位大臣还有外国公使馆的其他官员 还有要在这里接受勋章表压的人士 跟其他的贵族也通通到齐了 天皇到达了仪式的大厅 他的侍从手捧着剑跟玉站在一边 亲王跟天皇的随从也在那里排着 天皇坐在玉座上 在场所有的人对他深深的取功 总理大臣走上前来 向天皇乘上帝国议会召开的赤语 然后天皇就大声宣读他的赤语 这个赤语说 天皇对于登基以来二十多年 建立政府机构方面所得到的进步 感到满意 他希望这些进步能够使得外国人了解 日本的繁荣昌盛还有人民的忠诚勇敢 他对于跟外国建立友好关系 也感到满意 并希望能够扩大通商 让日本的繁荣跟兴旺 能够在更上一层楼 对于跟日本签订条约的国家 他希望能够跟这些国家建立 更加亲密友好的关系 赤语当然有相当大的程度是形式的 不过从赤语的内容 我们也有想 又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一个关键的精神 这个赤语不单纯是对于日本的臣民诉说的 同时他有他的国际意义 这个国际意义又回来彰显 日本从此变成了一个立宪国家 而日本之所以要立宪一部分 也就是对这些西方的国家交代 我们日本进步到这样的程度 你们不能够再用不平等的方式 不能再用歧视的眼光来对待我们了 前面讲到了明治维新到这个时候 进行了20年 所以为什么天皇要特别讲 登记20年以来 他对于所有的进步跟改革感到满意 因为正就是这些进步跟改革 这个时候已经在社会上面产生非常强烈的反感 不是每一个人对这20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满意的 在进行了20年 这么样激烈完全无法休息的改革之后 究竟日本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是立宪以及开议会的时候天皇的这份赤语 这一份赤语 从立宪到这一份开议的赤语 实质上等于是用天皇至高的权威 在对于日本所有参与在明治维新当中 尤其是在明治维新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的人 对他们表示感谢跟表示安慰 同时立宪到开议会也是一份非常庄严的承诺 承诺说我知道你们过去在变化变革当中 你们付出的这些代价 你们曾经所受到的这些苦痛 未来你们的苦痛会化成你们的自由的民权 你们在这个政府在这个国家的体制当中 你们会获得越来越高的权力 你们也就可以有越来越多 发出自己意愿的管道 用这种方法让累积的民怨 这个时候部分的可以降下来 才有后来明治后期更进一步的 各种不同的变化 各种不同的改革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历史的因素 让明治后期的变化可以继续进行 那就是到了1894年1895年跟中国所产生的这段战争 战争当中战胜了清国战胜了清朝 也让日本人民感觉到非常的欣慰跟兴奋 因而他们觉得自己过去曾经付出的代价 承受的痛苦是有意义的 除了立宪跟开国会之外 另外我们不能忽略的同样在明治维新中期 关键的一个事件同样发生在1890年 就在议会开会一个月前 另外有一份重要的赤语 这个重要的赤语是天皇所颁布的教育赤语 这个教育赤语 它的来历其实也相当的复杂 天皇非常关注教育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代当中 究竟日本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的体制 要采取什么样的教育的态度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且棘手的一个问题 因为天皇自己本身的介入 所以在教育的走向上面 慢慢的就从原来理所当然认定 日本新式的教育就应该是一个西式的教育 可是天皇对这样的一个走向感觉到不安 他认为还是应该要鼓励重视日本的本土的道德 所以关注教育的天皇 他就命令当时担任文部大臣的项目舞羊 去编写一套教育真言 让学生能够背诵 夏目舞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尝试编写 但是没有完成 等到方川贤政接任文部大臣的时候 天皇表现了他非常清楚的决心 他要叫方川贤政还是要完成这件事 所以方川就朝你了教育赤语的初稿 这其中将当大的成分是反映了天皇的心愿 这个初稿产明了最重要 忠孝仁义 是日本之道 它是日本国体的进化 是教育资本 日本的教育政策应该要站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方川贤政定了这个教育赤语的初稿之后 接下来又去找了伊藤博文身边最重要的智囊 锦上义 征询他的意见 顶上提了一些修正的意见 他首先认为教育赤语的口气应该不一样 在教育赤语当中应该使用的语气跟一般的政令 尤其是军事的命令必须要不一样 另外一件事情 在原来的初稿当中提到了 敬天敬神等等 他也认为这有可能会引发宗教的纷争 这个时候宗教的纷争复杂的地方是 一方面有复兴当中的神道教 但另外一方面有日本传统社会 占有更大影响力的佛教 还有西方列强非常关切的基督教在日本的待遇 所以能够不碰宗教最好就不要碰宗教 另外他建议教育赤语不要用太深奥 或者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语言 应该要尽可能的浅显易懂 而且他的基调不应该造成纷争 引发分裂 所以在集合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之后 在起草的第二份的草案 天皇阅读了草案之后 他又做了他自己的一些修改 一直到10月24号才批准了这个草案 然后接下来在1890年的10月30号 由天皇自己本身在非常具有意识性的情境底下 颁布了这个教育赤语 这个教育赤语基本上 它是用中文的文言文所写成的 刻意的用这种古老传统的方式 这就是为了要让教育赤语能够产生 卫护日本传统的一种明确的作用 这教育赤语很短 它是禁告成名 正思我皇祖皇宗 赵国宏远 树德胜厚 我成名 克中克孝 易赵一新 世纪其美 此我国体之心华 而教育之渊源 一时存乎此 而成名 孝于父母 友谊兄弟 夫妇相和 朋友相信 功俭持己 博碍其重 修学习业 以启发智能 成就得气 尽广公义 开实物 常众国宪 遵国法 一旦缓其 则义勇奉公 以福益天壤 无穷之黄运 如是者不读为 忠良成名 又足以张贤儿 祖先之一奉以 这就是教育赤语的全文 我们听这样的一个教育赤语的全文 其实你会很惊讶 他说 这样一篇 感觉到没有特别内容的东西 为什么在日本历史上 那么样的重要 因为 其实就是 他等于用这种方法 回到教育 在保证 当时 惶惶不安的日本人 日本社会 你们不要担心 我们不会因为西化 而放弃我们的传统 这个传统会保留在 我们的教育当中 在教育赤里面 没有一句话 提到西方 不只是如此 基本上教育赤语 它关键 所谓教育的基础 是来自于 孝 友 夫妇相合 朋友相信 公俭 赤己 这都是 非常非常传统的一种美德 也就是意味着 在 以天皇作为宝藏 除了立宪 把自由民权 交付给人民之外 另外 也以 天皇的权威 做了这样的宝藏 日本不会变成一个 单纯模仿 西方的国家 我们会从 教育的根底 去保护传统 去弘扬传统 藉由这样的 两件 关键的重要的作为 让民智维新 让动荡的 民智维新 中期 能够平稳下来 因而展开 接下来 未来三四年当中 日本累积国力 到了 1895年 和清朝 展开了决战的 这个历史关键变化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天 下午三点再会 我祝福 我们下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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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